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虽然直条图很容易看懂 真的很容易看懂 但是直条图 如果大家都是直条图就不好看了 所以如果有时候把它换成原型图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好看 首先你看一下 2020年 当我点了2020年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技术跟加剧 其实好像都快达到0.5个百万 就这两个销售还不错 可是2019年呢 是不是也是还不错 两个都是蛮接近的 好 那2018年呢 感觉这个好像有点稍微减少一点 然后好像这两边又平了 这就是你接下来要针对 要针对这种 这种观察到的现象来去说故事 好 当然这样子不太好看 等一下我会用别种方式来协助各位 来去观探这件事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们除了有 除了有这个 各年的一个产品的销售 是不是也可以再画一张 纸产品 好 只类别的销售 然后 假设我们用横条图 因为请各位先以看懂为原则 好 那这张图通常我们都会由大到小的一个排列方式 所以依照什么 这边 这个字好小 但是我还是要讲给你听 搜寻 搜寻依据 四个字 这个是搜寻依据 然后 搜寻